做生意最重要是有方案 但是人生有它就一定有方向 人生万变 但是耶稣的爱就永远不变 无论路途有几然人生有几多的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恩与同路人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Jillian 今天为你带来一位恩与同路人的嘉宾 就是Edward Lee 李国荣 李国荣在多伦多现在是一个生意人 不如我们以下就听听Edward和我们分享 他特别在他事业上 神如何与他同在 来管理他的生意 因为做一个老板已经不容易了 做一个基督徒的老板 我相信里面有特别的故事和你分享 好 欢迎Edward 你好 Edward不如你跟我们讲一下 你现在究竟是在做什么生意 我现在在多伦多做租车生意 我现在在多伦多有四间分店 其实Edward你是怎样开始这个业务 不如在你讲之前 介绍一下你的背景给我们认识一下 好 其实我都是香港来的 我结了婚 有个女儿 来到多伦多 我是1990年来的 之前我在香港 读书就是读工程的 做了一段时间的工程 接着就很巧合的机会 就转了去做金融行业 都做了有大概五年左右 移民来之前就做这个行业 你当初移民来是带着一个什么的 一个期望来到这里的 因为当时就和爸爸妈妈一起来 和家人 很有趣 来多伦多 是第一次来加拿大 就移民来 不是说之前来过 很喜欢这里 其实就是1978年信主 就在香港做了有一段时间 在香港至1990年 尤其在香港做了金融那几年 就觉得有点失败 就是感觉有点失败 就是做这些 尤其是对行业的人 就是说钱 赚钱赚钱赚快钱 就是有点令到 好像我和信仰之间有点失败 我就想到 移民会不会给一个好的机会 让我去refresh一下 所以当时 当时说移民好 就来试一下 试一个新的尝试 是完全没有什么目标 或者事业上有什么planning 都没有的 打算来到才算 都很相信 如果这样的神 可能会有他带领的 Edward 其实你在美国算耶稣的 是吗 读书的时候 是的 那情况是怎么样 那时候 我觉得很热心的 那时候回教会 一至五在学校 我们每一天下午 中午的时间 我们同学之间都有祈祷会 我们可以五天都去祈祷会 吃午餐 很快吃完午餐 立刻去祈祷会 大家很开心 就去祈祷 那星期五下午 全个星期 最看待的 就是星期五下午 那个学校的CCF 哇 回到那个CCF 就很开心的 全个星期最高潮 就是那一天 然后星期五下午 又回到自己的教会 虽然很短短 不是两年的时间在美国 但是那段时间 对我信仰的那个生命 差不多一个 不是一个叫做深躁的一个阶段 就是对我去香港 去香港回教会 接着那个是认识 那段时间 在美国那段时间 真是一个很深刻同神的交往的阶段 就是你在香港中学的时候信耶稣的 是的 就是很简单的 是的 知识上的形式 知识上的形式 但是你说到深躁 真的是在美国那里 是的 不单是在学业上的深躁 是在信仰上的深躁 虽然是两年 但是就对你的生命很有影响 是的 那你回到香港做事之后 那你已经深躁了 那特别是信仰方面 那有没有对你和神的关系 或者对你教会生活有什么影响 一回到香港 当然即刻回到教会 但是呢 就是初期 都仍有个种熱誠 但是回到回到 就是因为工作上的忙碌 就是好像拖到你 团契又不回了 星期日一回到教会 即刻很快就走了 不见了人 那类 只是说了说了 教会说要事逢好 隨便做些事情 试一下 交代一下 其实那两年的生命 就是提醒我 基督徒的生命 应该不是这样的 应该有一个 应该有一个 对你的生命是有影响的 但是那几年做事 尤其是在金融圈里面 都没有人提 没有人提信耶稣 那些 越来越好似两个世界 就是在教会一个世界 自己的工作 有一个世界 所以是不满意当时的生活 不满意 其实不是沉睡 因为里面有一个 呼喊 我不可以这样 是的 身不有己 有一种 就觉得好像 好像没有什么办法 不如移民可能 好 又去到一个静的环境 可以让我再次一次 回到神的身边 我想这是其中一个推动力 为何会去移民 是 为何 忘掉那日 纳志你跟前奉献一生 为何 流浪世作 莫斯塔夫 令你心 不可以 抱怨 不可以 有 我 云 云 都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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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全身免世 愿真性光荣不在岁月错读 明天挑战运强 全心听你荣耀 能挂口窄楼全为你走过 Wow Edward 其实我刚刚说 在香港做金融行业 都很大发展 我们说很有prospect的一个行业 但想不到神在你的心里面 有一个微小的声音 让你感受到 哇里面经常跟这些金钱来 去赚取更多 其实对你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其实都算是神是 预备另一样东西给你 是啊 现在再看就是了 现在再看就是了 那好啊 你来到多伦多的时候 那时候是90年 那你什么时候才开始发展你这个租车业务的 记得90年来到 当时多仁多的经济刚刚开始急速走下坡 那几年我都试过找我做过金融 又读过工程 试过在这两方面去找工 但是真是真的找不到 完全找不到很适合的工 那当时来说就开始有另外的想法 找不到工不如试下做生意吧 但是自己其实又没做过生意的 在做生意方面 完全是一个新丁一个 那会不会做生意很大风险呢 那几方面一起去试 那当时做生意来说 亦都看过很多种不同的行业 但是好像想做这一行又不适合 想做那一行又不适合 一直好像 好像 好像处处好像碰到迷了一栋墙 不知道下一步怎样呢 那在那段期间 其实也有两年多的时间 没有正式的工作 心里有点彷徨 还有也是问神 你又叫我来 为什么又不给一条路我去走 坐下坐下 我都不是办法的 坐下去 好了 在彷徨之際 你呢 什么支持 支撑住你的信念 明天会更好 我们经常说 什么支撑住你的信念 或者旁边的人 或者你自己个人 和神的关系 可能我也是阿琛 很相信 神始终会开一条路给我的 那就 估不到真是神开了一条路给我了 凡事即着讨告 尽数心意 神在听 应当一无寡虑 主的恩慈不必 艺难亦在看顾 长路伴我走过 上帝的祝福 近代 总是疑难 仍必越过 仰望神 今天不再惊拍 面对前途 迷离不定 仰赖祈求 信心度过 靠着神 每日 面对挑战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抒发内心的屈结 和我们唱所欲言 请打生命热线 416-788-3322 给我们 好啊 Edward 我们回来 现在和我们讲一下 你怎样遇上租车业务的 租车呢 是没想过会租车这一行 因为说到 就算说说由租车做到现在做了20年 说真的 我对汽车都不是很大兴趣 汽车本身 所以很多朋友问我买车的车是什么性能 我不知道啊 你自己上网看吧 我不是很知道而已 我只是吃租车而已 那我又不是做生意 又对汽车没有兴趣 为什么会做租车这一行呢 其实真是神的大领 记得当时来说 心里面很急切 就是求问神 等着等着等着 越心急 神啊 我又没有工作 又没有 什么都没有 坐在那里不是办法的 这么年轻 那 很巧合啊 就是当时来说 家里因为人多了缘故 就买多了一辆车 那便买一辆新的美国车 那便很开心了 怎料原来买了一辆车 三天便坏了 还是很严重的那种 差不多不开心了 两天便去拿回车 拿车隔不够半日 又坏了 那车 车行的售客 都不好意思了 他说 我特别安排免费租车给你 那 大家去到租车行那里 咦 是个唐人来的 租车行 因为 我之前在隔壁租车 没有见过的 第一次 咦 这么巧就好谈点 大家中国人 讲广东话 那 说开 你们租车挺好做的 应该 挺好生意的 他说 是啊 不错的 生意 你有没有兴趣 有便卖给你做 那 说笑了 就是 不以为以 听了 那大家再谈多一会 大家回什么教会 大家在那里谈谈 那 他再临走 那个是位女士来的 那 你真的有兴趣 你便下次回来 我叫我老公跟你说一下 那 好啊 Edward 都是 就是一件经常发生的事 就是 车出了事 又拿去弄 又要租车 还有可能当初有点点 不是很开心的 不是很顺利的事情 不过猜不到 因为这样的事情 就引发得到 你后来这个租车业务 是你做老板了 是啊 那你继续和我们分享 是啊 那去还车那天 真的老板在那里 他真的买的 不是开玩笑的 我今天九月要去读神学 很有趣啊 这个原因 很坦诚 大家在那里谈 真是在那时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去想想 我真的会不会是一个 神秘的机会去买这个生意呢 但是又考虑过 我又没有做过生意的 稍后 我说钱都亏了 便搞不定 我对车又没有认识的 对加拿大 对加拿大的 那个Canadian experience 那些全部都存在八指一张 怎么做 那你后来怎么决定 后来回去 祈祷 再想想想想想 还有当时 就和我姐夫一起谈 有没有可行性呢 就是这样做 他又没有做过生意 他在香港打政府工 我觉得神在 现在想起很多年前 就是推了一下 你放心 我会看着你的 下个决定呢 做呢 就我和我姐夫 一直做 做到现在了 其实呢 神都很体谅你 我听起来 你说你虽然没有经验 是不是 心里面 但是又和这个 弟兄的生命的交流 就是已经动动了你的心 是不是 那还有呢 加拿大神又派你姐夫 和你一起 一起上 就是那个信心 就是大一点 就是互相支持 好啊 那我们稍后回来 就听Edward说一下 那他究竟 在这个业务的运作里面 有什么特别的经历 和他如何让神 当初是帮助他决定 来开始这个生意 在运作里面 他如何让神来参与呢 其实很感谢神 就是看他一路的拖大 做了下来 真的头半年有些困难 真的很多不熟悉 但做了半年之后 就开始明白操作 就开始就不太困难了 其中有一样 就是去到95年的时候 就有间公司 是个西日做老板 以及我们那个连锁店 但他就做得不好 那总公司就问我 就看到他做得挺好 就问Edward 你们有没有兴趣做他 隔离的准备 好啊 但是我们 又没有那么多资金 行了 不要紧 很便宜给你 别人要十万 我一万给你 其实他们也很重视 那个顺遇 就是做客户 有没有什么批评 你的生意能否托展到 我想我们做了几年的生意 都证明到他 我们是一个很靠近的伴侣 对他来说 之后我们就做第二间 那个地区就有很多唐人 我们是唐人 特别多唐人来光顺 所以就比之前的西人 做得很成功 我想他也不明白 为什么你们做到我做不到的 我都解释不了 真是感谢神 同样的状况 又发生了 再过几年后 又有另一个地区 就是这次总公司 他自己做开的 我们不想做了 给你们take over 你们做了 做一下做一下 到现在 都有四个分店 很感谢神 我们真的觉得 是神一直在铺牌给我们的 还有你说 开头的时候 其实都挺顺利的 我想神都很体调你 你是新手来的 这个行业你没做过 是的 就是慢慢准备你 整二十年 有没有碰过一些 都挺难捱的日子 一些冲击挑战 当然有 20年不是这么一帆风信 是的 那是怎样经过 我觉得好像神 就被一个小孩走 最初扶着扶着他走 他差不多要自己走 自己走 就开始遇到很多的困难 第一 就是整个经济方面 曾经大家都记得 那是沙士 沙士 沙士对旅游业影响很大 真的 加拿大的旅游业影响很大 因为不旅游 对我们这行就很惨了 另外 大家都记得 金融风暴 一个浪接一个浪 过往这十年比之前的十年 经营困难很多 竞争大 那这些是一个 宏观上去看生意 那些人口组合的改变 移民潮的减 这些都是对我们的生意 都是有一定的影响 有保险费 哇 好像那张证保写不完 那样的 收入够不够呢 其实每一个月 都是每一个月的挑战 尤其是生意去到冬天的时间很静 好在有头十年的经验 比我容易应付这些低潮 另外个别 久不久有发生一些事情 就令到你很紧张 虽然做了不久很紧张 令到他人很气馁 多不升手 就举个例子 但其实 说回 虽然这些例子 其实都看得到神 仍然在背后支持 那 譬如说回 早两年 我试过有一次 有个客户进来 穿得很好市正 进来租车 到第二天 突然间有个 不知想联络回客户 打个电话 打不通 电话不对 再用我们的搜索去查地址 这些地址没有这个人 原来他用假证件 假讯用假车牌假证件去租车 再重复查 原来他那天和我租车 隔两个小时去另一个分店 又租了另一个车 那事太严重了 其实都试过之前 那些人租车不还 那些是司空见惯的 那些我都不讲的了 但今次 就是同一个集团租两个车 就事不尋常了 那就报警了 对警察来说 他很有经验 他说 你都take a chance 应该找到一个机会 是十分之一 这些车 应该如无意外 他们就拿这些车去 ship去其他地方买的 那Eric 例如这些情况 这些损失呢 那保险不是有保障吗 有没有保障 我们租车的行业很特别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我们租车 全部那个费用太高 和另外保险公司也都不成熟 因为你租车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它只是会发一个三保给你 基本上车的损失 我们是全部去承受的 所以换句话来说 这两个车 我一不见了 我计算一下 差不多六万元下楼 那我怎么找回来 我知道这件事 心里真是好 不开心 也同时说 为什么你说 理性上就知道 找不回的机会是很大 真的没了心机 过那几天 那想一下都没什么办法 都是等的 不如不要了 多多祈祷 但是那时就想一下 我一个人祈祷没有力 不行 不如回去同教的小组祈祈 跟他们说 我生意的事 都叫他们祈祷 不要紧了 是不是都叫了先 神母说生意上 不能祈祷 祈祷 第二天没什么特别的新闻 过了两个星期都已经打了输数 那天记得回教会崇拜 公司有个同事打电话来 即是信息 后来我完结了崇拜 我回回家 什么事 找我 不是啊 警察打电话来 找到那些车 不是啊 这样也找到 两架找完 哇 哇 我的心真是很开心 当时 啊 神这么厉害 都听我祈祷 这些 就是我们正常人认为 找不到 就是应该找不到 原来是一个真是偷车的集团 警察都监视了他们很久 他们今次就预备舍走一大 就是很多货柜车预备舍走 就在那个 上货柜的地方 就一网成琴 我们两架车完整无缺 就拿回来了 真的很感谢 这件事 也都不单止对我 对我的小组 那些电影姐妹 他们都是一个很大 深刻的经历 其实我想他们 都不希望会找到 今次一起经历了 神给他们的 承识 就是说 你跟我求 我会帮你 圆滑天空的星星 渴望发出高兴 来赞中你事 每刻共赢 行灰火 闪闪星星 托认你的印尽 神应去别 会对焰祭呼应 圆滑天空的星星 换足我的心灰 都只得有你 你指下盼望我 嘻嘻 还你告知所需 神脚早已预备 全光里 总及传奇 愿我动作有你 愿我动作有你 使我不放弃 你指下人 道我责你 仍有顺存应去 神定必会预备 就让一生以靠住 最是美 你的生意真是让神去参与 还有看到神真的很恩待 一次一次 由开头的时候 到你遇到这些偷车賊 虽然你说都遇到很多次 间中被人拿了车不还 但是一下子看到集团式 只有一种恐惧在里面 还有那个损失 是不是自己承受得到 就是很想打沉自己 但是神就很恩待 这个时候 我知道你承受不了的时候 我出手 好 很感谢神 还有让你的小祖 都经历这个事情 好 Edward 还有没有其他例子 不是说每次神都会听 是的 Edward 我想你讲一下 一些情况之 都是一些亏损来的 在人体上 但是你怎样领略 譬如经营上 做生意方面 譬如说 不好生意 神带领我 你突然有好生意 其实不是 我的体验就是 我要尽量我的努力 去做 短期的得失 神未必一定会 好像你所求的 去到应运你 但是我觉得 他总体的方向 是会带领你 你可以很放心 好像一个小孩子 走得不好 我知道 我真的要跌倒的时候 他会扶着我 但是我是否会 走得很顺利呢 就是要学习 到最终的生意 是否可以赚到大钱 好像某些人做生意 赚大钱呢 我觉得 这个也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 我觉得 我也享受这二十年 我觉得 神是跟我一路同行 这个生意的过程 给我很多的得着 其实这些是 金钱以外的得着 是我 如果不做这个生意 是未必得到 有这些的感受 可否深层一点 说一下这些感受 因为很多人说 譬如说 某些人是做义工的 或者做一些工作也好 生意也好 直接帮助人 譬如 无国界医生去做义工 一说出来 那些人已经觉得很有意思 Edward 你怎样将你这个商业 你怎样在这件事情里面 你都觉得很有意义 我是一个基督徒 用基督徒去做一个老板 其实是在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多伦多 我不说其他地方 因为我不知道 在多伦多其实 看得到 是很大的挑战 因为这里的税行重 你和那些员工之间 那些是否用一些很正途的方法去做事 其实是一个很挑战的 就是好像那些客人一进来 问你 我用现金租车 是否便宜些 其实每一天都是这样挑战的 进来 不行的 我还要和那些客人 好像教育了一段时间 我们在加拿大 就守加拿大法律 就是我们不交税 政府没钱 没钱怎么运作 就好像要教那些客人 那样东西 就是或者他想了你是不交税 是的 就假设你和我出现金不交税 是的 那些同事也是这样的 有些说不如出现金 又不要报税 不要了 我们全部都跟正好做 就是 还有对我来说 第一个挑战 我跟正好做 是不是真的不能做呢 其实过了二十年 我都觉得 都不是 很多同行 他们是做很多现金的 到最终 他便消失了一间公司 他还不行了 我最记得税局 有一次来讨论 你们的税局 这么清楚 我都没有什么好说 本来打算做一个星期 做了一天就做完了 来讨论 我都觉得 挺proud 就是说 不是 神跟我一起 我不是一定要用世俗人 一般认为 用这些走梭卡的地方 才可以去生存 原来 拿到正 都神可以帮我去生存 都可以的 Edward 你说到你在香港的时候 其实因为你做金融 你觉得很不舒服 就是整天都在这些金钱里面 怎样想办法 赚多些赚多些 那你现在这个生意 你接触的人 有时候那些处事 或者你要表明你自己 基督徒的原则 有没有这些冲击 这方面 很多时候 都是某些人要回勇 那些事情 多数都要表明立场 我做不到这件事 可能会有时失去行业 神在适当时候 在他路上降下恩雨 请听听同路人 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恩恩恩路人 还有做租车这行 其实很多 做下去就知道 很多巧妙的事 说得逐些就是古惑的事 可以利用去做 如何赚很多的钱 譬如处理那些事情 有些案子之后 其实是同一刻 在一个叫做对立的地方 但是处理完了之后 他很满意事后的方法 觉得很公道的做法 他还问 其实 Edward你是不是是基督徒 是的 我是基督徒 你怎知道 没有我觉得 我觉得有时 能够在一个工作崗位上 就是见证到神 我觉得都是一个 很开心的例子 还有在员工方面 对员工 大家 各个伙计都知道 就是我 我和阿姐夫都是 都是基督徒 他们很多时候 就明白了 我知道了 你基督徒 是会这样做的 其实很多时候 我自己来说 我和同事 都不会认识很严重的 我当大家都是朋友 我都很希望 有时通过工作的关系 能够把信仰带给他们 很多时候都会表明 我的信仰是怎样 我的立场是怎样 我都会和他们 有时坐下聊聊天 了解一下生活状况 那些单身员工 有时就叫他们来 你今晚没有饭吃 没有饭吃 来到家里吃 今晚我熬了汤 我觉得是一个朋友的关系 前年的中秋节 几个单身的 今晚全部都是中秋节 来到家里吃饭 一切 他们的感觉就很开心 一起吃月饼 每逢街街街配私亲 是一個朋友的關係 邀請他們去教會聚會 聽聽什麼特別的聚會 他們都覺得很樂意 我都是一個很真心的關心他們 不是因為請他們去教會 之前要怎樣 請他們聚會來又好 不來我又不會說 你不來我公司會給他一些壓力 我又不會的 很自然的 跟很多熱心的基督徒一樣 Edward也常常的把握機會 和他所關心的人來介紹信仰 欣語之聲送給各位 這麼多同路人的真實故事 為什麼呢? 因為耶穌真的很好 誰又會可不靜視永久 無條件的我 來讓我此刻接受 來讓我此刻接受 沉悔了真我 無限滿足因為在我手 無條件的愛 來讓我此刻接受 沉悔了真我 無限滿足因為在我手 想找人聊聊你的內心世界 好歡迎你打電話 416-788-3322 給我們 說到人際關係中 雇主和僱員都對立 做伙計的時候 經常都想老闆 老闆黑薄 老闆經常都在撐著我 對老闆看很多負面的事情 你是基督徒老闆 更加要求你 又要公道又要公正 可能還要過度 要你特別好 你怎樣去保持 跟員工那個良好的關係 有什麼秘訣 我覺得就是要公道 還有要合理 我經常覺得大家的關係 應該是合理的關係 他付出他的時間 他付出他的勞力 我就付出他的金錢 其實我同客來講 同員工來講 大家玩一個界線 一個合理的界線 我覺得如果一合理的時間 大家都很開心 你跟員工裡面 有沒有一些緊張的時刻 怎樣處理到 或者你當時的心態是怎樣 其實說真的 我和20年 我和員工緊張的關係 真的好像沒有什麼事過 我這麼久都 我就很少說會解僱員工 真的 這麼20年來 可能都是試過一次的 很多時候都是反過來 很多時候 我有些員工都是年輕來做 譬如做 他很流行做兼職讀書 我都經常很強調 你最重要是讀好律書 你不要因為做我的工作 讀不好書 我就覺得我很不開心 讀書是你的首要 但你讀書來找兼職 賺錢也很好 就是這個態度 譬如很多時候 就他們的考試 行了 你考試我一定放你假 你放心 我記得 好像早前有些員工 十幾年前 我都不太記得 他的名字的樣子 好似是伊希和我打工 他回來還經過 回來打個招呼 很開心 這個人 這麼厲害 在電腦公司做了 做了一個好 senior manager 原來這麼多人 跟我做過 這麼好的出路 我都很開心 其實看到他們 你現在總共有幾多員工 四間公司 大概十五六個 即是連上兼職 二十個左右 和你和姐夫合作做生意 雖然大家都是基督徒 那有沒有一些時候 拆出火花的 或者大家想的東西不同 那怎樣去調節到呢 絕對有 其實想回 現在看二十年前 其實當時的決定 現在就未必做回同樣的決定 第一 和人合分做生意很難 第二 真的以當時的 即現在問回二十年前 會不會再做同樣的決定 都未必 現在回想 當時好像一個勇字去決定了 真是神帶領過了 做生意很困難 很多的挑戰 想回想起 現在過了就好像 看回 那又過了 做partner 我想是一個信任那方面 不是容易的 即是你做得成partner 如果大家沒有信任 很難做下去 很感謝大家都基督徒 當然大家是親戚 也是一個幫助 但大家性格其實是完全不同的 我的姐夫是一個很 即是我 我跟她說 她比較慢些節拍的 我就快些節拍的 即是保守些處事 可能審慎些 是嗎 是的 他審慎些 我就要很快的 你進取形的 會不會 相對是 相對是進取一些 我決定要很快的 一 決定立刻去做的 他決定要想一下 計劃一下 只是這個節奏方面 其實大家拖一拖 大家都習慣了 我又慢些 他又快些 你看到神的心意 擺一個 即是跟你不同 步伐的人 跟你合作 但當初真是 神是擺你姐夫 跟你一起 加你信心 兩個人一起去 比一個人 去開始這個生意 是的 那你在大家合作的關係裏面 你領略到神的心意是什麼 每一個人的恩賜 每一個人的性格 都是不同 即是不可能會相同 多接近都好 一定有不同的出現 就是在中間要去學習 那個謙卑 即使在同事之前 有些同事做得好 你要認識他 即是你不可以因為你是老闆 就覺得我的東西對 即是實事求是 即是那件事好就要賺 那件事不好就要說 那跟我partner 即是我姐夫之間 大家都要坦誠相對 要說出來 那些事 你擺在心裏面 就解決不了 那些事 一定要說出來 再加上大家的教堂 用個愛心去包容 那Edward 你經認知道 有沒有一個理念在裏面 我的理念就是 我又不懂寫什麼 我最簡單就是 我做這個生意 希望去到一個取所需的地步 就是我的員工有一個 好的工作環境 很合理的報酬 客人得到他應該有的服務 我又得到一個合理的利潤 大家就這樣叫做 Win-Win situation 從處事的原則 代人的態度 可以見到一個真正虔誠的基督徒 有神的生命流露出來的 而不是說 只是在外在看 那個人有沒有帶一個十字架 以下這個事例 我亦都能夠見到Edward 他對信仰是很認真的 我記得大概 其實大概十年前 我又是有一個情況 有一個客人租了 就不見了人 就不是假車牌了 這個 其實是人 地址又沒有這個人 信用卡跟著又沒有錢 為何這麼特別的印象深刻呢 因為我記得當年 我們的教會 有一個宣教士 就要出去宣教去非洲 我自己就承認了 我應該要資金支援的支持 定了一個數目 即是一筆錢都預備了 那時候不見了那輛車 就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 找不回 因為通常我們這些車 我們的行規 一個星期找不回 那輛車 永久失去的機會就大 兩個星期 差不多已經不用考慮了 我當時很困難 慘了 不見了這輛車 損失了很多錢 又要奉獻給孫教士 不如我留一筆錢 當是補償損失了 我的車也不夠 但又想想 不行 這是一個和神的承認 雖然沒有人知道 我自己和自己說 不行 這個承認和神說了 又要做了 不管了 就照樣寫 照樣寫 後來寫完之後 他的心很平安 所以不要緊 神有自然的供應 你不可以因為 好像討價還價 你做這件 我就做這件 你不做這件 我就不做這件 這個我們的奉獻 其實是應該的 我覺得是 和那個生意是兩回事 做了好 心很平安 做了一個決定 財寶在哪裡 心也在哪裡 充分表露了他對上帝的敬慰和信服 上帝提携了 Edward的生意 Edward他願意承諾 用金錢來支持上帝的工作 不過適逢生意上有損失 Edward他經過心理的掙扎 結果他依然持守著這個承諾 人擁有的能夠享用的 原本都是來自上帝的 上帝永遙 傳重於諸天聡窮 陳述知識 朝晚亦無間斷 沒有言語 人亦聽不到他說話 直到寸地 這聲音卻相片 全能上帝 天空中似立太陽 全地萬有 都因他得溫暖 無言無聲 將興創造主永遠 讓世間萬般各族都要榮耀你 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穌可以怎樣改變生命 或者想對信耶穌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們很歡迎你打電話來跟我們聊一下 我們的電話是416-788-332 這件事 基督徒是最明白的 其實我們做每一件事 神都看著我們 我們在掙扎當中 神都看著 但到我們真的能夠放手 我們說信復在神的面前 神就給我們一個 你用錢也換不到 裡面那種的平安 但是經過了一個多月後 那個車又出現了 竟然 這麼特別啊 警察說 在哪裡找回 我覺得很出奇 很少是這樣的情況 很感謝神 他給我的時間 不是在我找回車 才做 譬如我找回車 再做一個決定 我找回車 我就做這個奉獻 那個時間又不好了 那個意義沒有那麼大 那個意義差很遠 是 你是多謝神可以 我們常常都做的 但是你這件事 你是順服神 我答應了 無論怎樣 無論車找不找得回 我這個損失 依然我要怎樣去面對處理 但我答應了 我說我支持宣教士 我就做 我寫那張檢查的時候 我的心理是 我預料車找不回了 我都要照寫的了 感謝神 很鼓勵 神是更加倍 給我一個優惠 我覺得是這件事 Ever 你在生命裏面 也算是中年 也算是有什麼 有什麼 有什麼 很多東西不是偶然的 很多東西 我想除了生意外 我覺得很特別 就是我女兒的出生 因為我和太太結婚 15年後 我們女兒才出生 我們夫婦都希望有小孩子 尤其是 爸爸媽媽的希望 可能比我們大幾倍 你是家裡唯一男生 是的 是的 很自然 傳宗接代 就是上一代的觀念 撇開這件事 我們自己都想的 很簡單地說 頭五年就沒有準備 第二個五年就很想有 第三個五年就放棄了 就不想了 十年後沒有 沒有就自然 已經準備好心態 就是二人世界 將來就是兩個人 誰知道 15年後 很突然 女兒來 我太太經常說 很感謝神 我們女兒來得遲 現在很多叔叔、伯母可以照顧她 如果早十年出生 大把競爭 就沒有人有空照顧她 現在每個叔叔、伯母的女兒 都很主動來 我幫你照顧 我們就舒服很多了 你是看正面的樣子 眼睛有兩面 是 看正面的 感謝神 全心要來數算 你的 因為 是 黑經 你 主人 常在 在這 新的 一天 你 悉心 姑娘 你 對我 對我 流露你的 愛 原來 日子 多麼 美 能 給你 發 給你 語氣 是 你 創造 我 你最 認識 我 有誰 能 給你 相比 無論 無論是 天 變 海角 還是 痛苦 振抄 睡死 沒法可 隔絕 你的 愛 如若背 上十架 犧牲 我 願 為 你 我最記得我做生意 做生意的決定 同時 那一年 教會的團契方面 因為事奉上的需要 就想找我做團長 我也在想 我做生意 是否應該暫停所有的事奉 或者起碼不要做團長 隨便做少少其他小事 就算了 等過了才算 口試看 其實未必說不可以的 最後都覺得OK 我覺得 事奉和工作 是應該同時的 我覺得很忙的時間 不應該把優點放低了 謝謝Edward 和我們分享 他做生意的故事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很多時候 可以成為人的藉口 去合理化 做一些 很多人都認為OK的事 特別是在做生意方面 但是 究竟這些事 是否真正的公平公正呢 那就越來越模糊了 不過 從Edward的分享 我們看到他 是持守著 基督徒應有的公平正直 他是按上帝的意願 來處理他的生意的 除此之外 我們更加看到Edward 他在生意的平台上 因為有機會接觸很多人 客人、員工 他都把握機會去關心人 和分享信仰之道 而在他最後所分享的例子當中 我們更加看到他對上帝的倚靠和忠心 他感恩的態度 是不論在順境或逆境的 是沒錯 在聖經上都說 以靠上帝的必不自羞愧 而且人的管治能力是神秘的 即使我們是大老闆 不過在神面前 都要做一個謙卑忠心的仆人 親愛的聽眾朋友 我們今天生活在良心尺度 不斷移位的世代 公平公正的標準出現了危機 你願不願意認識 這位公義即是公平公正的萬物主宰 而他也是充滿了無條件的愛的 這位我們所信的上帝呢? 不如以下我們又聽聽 恩宇的總幹事譚品立牧師 對我們今天的同路人分享 有什麼回應呢? 不知道大家聽完Edward李國榮的分享 你有什麼感想呢? 一個新移民 面對新的環境 新的挑戰 和新的工作 其實都相當的不容易 但Edward知道呢 這次他移民 不是他單單他自己的意思 他祈了土 他甩上帝帶領他來的 雖然來到的時候都不知道 有什麼工作可以做 或者都不知道入哪一行 但是很奇怪 上帝就偶然的機會讓他認識一個 做租車的老闆 大家偶然傾談 居然能夠接收了這個生意 雖然是從來沒有這樣的經驗 但我們看到 原來當我們生命有上帝的時候 上帝是每一步都帶領著我們 就真的好像聖經裡面 《針言書》有這個說話 讓我們感受到神的話語 是非常真實 《針言書》3章第5節說 你要專心養賴耶和華 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認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沒錯 原來這位的上帝 雖然我們看不到 但他卻是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特別當我們用真誠祈禱 仰望這位真神的時候 他真的每一步都帶領我們 我們看到Edward從一個 從來不會做租車生意的人 接收了之後 他覺得他要做一個好公民 不單是一個基督徒 更加做一個好的公民 開始的時候 他就按著政府的稅務的法例 來做他的生意 我們都知道 很多時候 加拿大的稅務 都是相當吃力的 一邊做生意的朋友 都可以想想 怎樣能夠賺多些錢 省一些 但是Edward他覺得 既然神帶領他做這個生意 他就應該做一個好公民 我們事實上看到 這過往20年 神就因爲他誠實的緣故 本來是從一間租車公司 居然 總公司又給多一間去做 又再給多一間去做 而且每一間做的時候 都能夠將生意越做越好 我們看到 有時候我們人一般的常理 不一定是對的 一邊的常理就是 我們越賺得多越好 能夠騙得多 或者隱瞞一些水巷就越好 其實事實上 冥冥中有上帝 當我們知道 原來有上帝與我們同在 這盤生意 就不單單是我自己的 更加是嗎 有上帝跟我一起做合夥人 這個多麼平安呢 當然 做生意不會一帆風順 是吧 例如 Eric的分享 在他沙士的時候 行行都可以說是 受到相當大的打擊 但他卻是有上帝的保守 做生意有時候會好 有時候會被人騙 曾經有一兩次 他被人偷了車 報警的時候 警察都說可能都沒有了 Eric在這件事上 都是可能幾晚睡不著 損失可能是幾萬元 都相當大的數目 但他又跟弟兄姊妹 回到教會裡面 跟小組的弟兄姊妹祈禱 求神 求神保守 在人的眼中 在警察的專業裡面 一定找不回 幾個星期之後 這兩輛車都找得回 原來我們看到 神是很奇妙的 當我們認為 每樣都不行的時候 神卻是給我們有 出人以外的平安 而神就更加按照他的應許 來成就他的事 耶穌基督說什麼呢 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其他一切都能夠交給你 Edward作為一個基督徒 也都是經歷過上帝保守 當然對於上帝的工作 有金錢上的奉獻 他曾經承諾過一筆奉獻 來幫助一個宣教士 讓他能夠去一些貧困的地方 一些落後的地方 來傳說耶穌的福音 但那段期間 他又不見了車 人都有軟弱 有掙扎 不見了車幾萬元 不如就算數了 那筆錢 沒人知道的 我心裏面 和上帝承諾的 不如就算數了 但聖靈又感動他 不應該這樣做 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其他一切 神都會加及你 這個究竟是否真的呢 當他立定心意 我不應該這樣做 我應該繼續承諾我的奉獻 很奇妙的 本來不見了的另外的車 在人的眼中找不到的 神又透過不同的方法 幫他找回這輛車 結果他有沒有損失 各位朋友和頂姊妹 原來今天我們人生路上 有很多的挑戰 有很多未知之數 或者我們做生意 或者我們打工 沒有人能夠知道明天發生什麼事 但如果你心命裡面有耶穌基督 你就知道上帝與你同在 耶穌基督曾經說過一個故事 特別要說到今天現代人 或者歷世歷代的人 我們最大的人的問題是憂慮 我們怕明天不知會不會失去健康 我們怕明天有盆生意 不知道好不好 於是乎耶穌就這樣說 他說你看看天上的非料 他們都不用做工 又不用耕田 但是呢 上帝都上次在養活他們 而野地的八盒花 哇生出來非常的美麗 甚至乎比我們很多時尚的衣服 所洛門王當年最榮華的衣服 都更加的精緻 上帝都讓這些八盒花來生長 而他們沒多久就可能會丟借 而上帝都這麼愛惜他們 耶穌說 何況我們是上帝所做的人呢 原來今天我們都是神的兒女 我們離棄了神 但耶穌基督藉著他的十字架 做一次的你要告訴我們 神是愛我們 只要我們願意誠心地向耶穌祈禱 向祂認罪 你讓耶穌成為你生命的主 我們就可以將一切的憂慮 交託給神 今天你人生最大的憂慮是甚麼呢 會不會是你的家庭呢 會不會是你的工作呢 會不會是你的生意呢 或者你今天試一下 試一下向耶穌祈禱 主耶穌啊 我很想認識你 求你帶領我的人生 求你引領我 你試一下祈禱 我相信 這位無所不在的神 是會聽你誠心的祈禱的 有個故事這樣說 有一個秀才 他就要來考狀元 於是他就勤力讀書 他就請了一個書童 幫助他生活上的需要 這個書童也很勤力 除了幫這個秀才 來打理日常的生活之外 見到後院很多的樹葉 落在地上 他就覺得應該清潔一下 拿一個鏟和掃把來掃 然後把樹葉掃得乾乾淨淨 到第二天 他又發現 有很多樹葉 到地上跌了 因為那時是秋天 很多大樹 葉慢慢飄下來 他就覺得 為何每一日 我掃完 都有那麼多樹葉 他就說 不行 我今天要掃完所有樹葉 掃完地上的樹葉之後 他看到 樹上面還有一些樹葉 於是他就打力搖啊 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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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搖完樹葉下來 一次過來做它 搖的時候 搖了幾塊下來 還有很多樹葉在上高 搖不到 壽措經過問 書童仔 你做什麼啊 你做什麼猛地搖一棵樹 他說 少爺 我很想一次過清理所有的 侯苑的樹葉 所以我就希望搖完樹葉 我就可以今天做它了 手措跟他說 啊 其實你不用那麼辛苦啊 樹葉有它下的時候 它今天不下 明天也會下 那你不用一次過做完的 明天下的時候 你就明天才打掃 原來萬物都有不同的時間 今天我們人生在世 每人都希望 每天平安 每天一帆風順 沒錯 但事實上 今天我們每天面對的 都有我們的挑戰 有我們的憂慮 而今天我們需要的 不是說 上帝給一幅一帆風順的圖畫 一帆風順的路 給我們做我們人生的指南 不是 今天上帝給我們什麼呢 給我們一個應許 耶穌基督的應許說什麼呢 我們將一切的憂慮 而交給祂 祂願意和我們一起承擔 讓我們每一日 活得輕鬆 他從未應許 光彩天空 他從未應許 光彩天空 一生的路徑 花香飄送 他從未應許 青天朗日 愉快無苦痛 常與暖風 憑著他的見魂 勤奮有利 他上次良過 安穩族人 患患或思嘆 緊握著人 不留的愛的無念的文 我們的生命熱線電話號碼是 416-788-3322 作曲 近平 瑞琳獲捐 曲 馬二 見魅倆 曲 馬二 聽魅倆 曲 馬一 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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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戏有喜怒哀怒 但人生有它,就必定喜怒 人生万变,但有耶稣的爱 就永远不变